中文字幕——YK 我们统筹规划我们航天员队伍的建设 就是我们的训练也是统筹空间站任务和战人登月任务 两个任务来开展的相关的选拔和训练的准备 还有很多的未来就实现登月之后 可能我觉得像在月面科考等等方面 我相信会有一些国际合作的这些项目 我们前期开展了关键技术验证 关键技术公关和方案的深入深化研究的这么一个阶段的工作 我们的比如说我们航天系统承担的登月服务的研制 我们完成了关键技术的公关 我们对新一代的飞船 然后这个月面着陆器 还有月球车 所有这些跟人有关的工程设计 我们提出了医学和功效学的要求 其实我们国家这个一贯的主张就是 只要是坚持以这个和平利用太空为目的的 我们会我们愿意与任何国家或者是航天组织进行合作和交流 来共同推进咱们这个咱人航天领域的合作交流 相关技术的发展 我个人我也就是刚才你提到的这个事情 我也觉得非常遗憾 就是咱们美国国会相关的议案 有这样的一个规定 禁止美方和中方进行航天领域的合作 这我个人表示感觉到非常遗憾 感谢观看